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历史责任 人民政协因团结而生 依团结而存 靠团结而兴 在不同历史时期 为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当代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 矛盾风险挑战之多 治国理政考验之大 前所未有 更加需要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要切实履行新时代赋予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 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 有效运用制度优势 寻求最大公约术 划出最大通行员 促进政党关系 民族关系 宗教关系 阶层关系 海内外同袍关系的和谐 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 每位委员都是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力量 戒别群众都是自己的团结对象 人人重团结 人人求团结 人人促团结 努力做担当者 而非旁观者 践行者 而非轻谈者 把更多的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把更多力量汇聚到 共产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